青春校园 这里是我们编织五彩梦想的摇篮 也是我们踏上追梦征程的起点 我一定能考上北大 那些白衣飘飘的日子 如同时光宝藏 时刻在我们的记忆中闪光发亮 我回来了 男生的我的青春 今晚王牌家族青春焕发 变身王牌班重返校园 今天是我们如实以来 最具活力的一期节目 你好 你是哪位学生的家长 今天小彤是我们的班长 副班长是花花 腾哥是我们的校长 你是谁 属于校长夫人 迎来青春班清新踢馆 大家好 我是灵芯 我是青春班的班长 大家好 我是文艺委员张天爱 我是卫生员包备员 今天整个节目当中 也为两队请到了两位特别美丽的师姐 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师姐来到我们身边 学生员 各位同班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同班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王欧 王欧最近是学业特别繁重 你总是在忙什么呢 蛤 有没有要宣传的什么东西 那个我的球演的编试剧推手正在这张卫视播 也谢谢大家多多关注 王牌班 咱们的口号是什么 王牌下鼓 你不不不 太晓亮了 青春无敌 我爱学习 更有严师登场 严苛考察 今天请来了一位教导主任 太端着茶杯上来了 抽抽 狼妃使托 狼妃当狗 正当优秀班集体 各尽所能 为荣誉而战 你可以倒立的话 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眼泪 就流不出来了 神秘评委 爆料不断 我比较关心花花的感情方面的一些 有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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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回首往事 向青春告白 有一件最遗憾的事 未来的日子里每一天 都会为今天而后悔 王牌对王牌 今晚 青春来袭 优秀班集体争夺规则 王牌班和青春班将进行三轮比拼 每轮获胜的班集将获得30秒的提前答题资格 在最终考试中 先答对题目的一对获胜 高手对决 分秒必争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基调是这样的 我们会尽可能地考核全面 就是得志体美劳 要全部都考核一遍 那我只留事儿认美了 反正各自分工 每个班同学各自都有长效嘛 第一关主要考验大家的语文 平时说话要出口成章嘛 所以我要守护的第一张王牌 头就是词语竞赛 王牌关注陈飞扬 黄角三摄控拳场 报告教导主任 我们这边只有四个人 对方学员五个人 难道是因为他们学习太差了吗 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腿不好的 有一个嘴不好的 他俩可能到时候变成一个人 第一轮提出的要求是 成语啊 AABB型的 知道 同时呢可以拥有一次 向张绍刚老师求助的机会 我们请王牌女 来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第一轮的要求 你说的就是AABB 我们这又拿上了一个AABB 这是怕我们不认识这四个字是吧 就从王牌班开始好了 举个例子哪怕 匆匆忙忙 不是 不是真的AA和BB是吧 知道为什么那边多一个人了 知道了 理解 开始吧 王牌班 王牌班 请开始 冲啊 腿脚可以 婆婆妈妈 婆婆妈妈 七七惨惨 那个是是非非 洋洋洒洒 这个好 班长 萌萌董董 这班长表现相当棒 那可不吗 亲亲我我 可以 这个可以 包包可以 郁郁葱葱 有文化 最好 深深扰扰 可以 白白胖胖 慢慢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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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悠悠是 好 好 好 囤哥 你要去哪儿 有 慢慢悠悠 快快快快快乐乐 那个叙叙叨叨 叙叙叨叨 这是囤哥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七七八八 嗯 勾勾车车 怎么的还压着呢 妈妈来来 嗯 什么玩儿 妈妈来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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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来 来咋写 啊 妈妈来来 来怎么写 你看腾哥的脸 你就知道了 是什么 贾同学 贾同学 成语 那刚才白白胖胖是成语 哈哈哈哈 白白胖胖很很贴合 哈哈哈哈 成语那个是俗语啊 来继续 星星点点 哎呀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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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了 哈哈哈哈 东北话 坑坑娃娃 啊 坑坑娃娃娃跟 喇喇叭叭有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妈妈嘞嘞 哈哈哈哈 你还不如我那 喇喇叭叭呢 对不起 五 五秒钟 来快快快 五 四 四 浩浩荡荡荡 活活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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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是看了 这是机器人 哈哈哈哈 纷纷扰扰 出来了 我过来 纷纷扰扰 西西餐餐 上下了 西西餐餐 平平淡淡 哎 光光流流 光光流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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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流流 哈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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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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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最后统计出来 青春队多错了一个 我们四个人 怎么可能 拿了五个人的体验 哈哈 确定吗 确定 都不敢相信 是吧 我怎么觉得这个班的态度要好一些 倒也是 那个并不加分啊 主任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第一轮的第一小题暂时是王牌班领先 我们来看看第二小题 A B A C 你看根本校长难的 哈哈哈哈 腾哥还在理解什么叫A B A C 没他在想那个还有什么呢 除了白白胖胖以外 哈哈哈哈 青春班请率先回答 我来吧 不会上来就砍了了吧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对的呀 啊 啊 两天两夜 哈哈哈哈 哼 不是 哼 不是 哈哈哈哈 第一个是你们 三天三夜 两天两夜 两天两夜 三天两夜 三天三夜 其实应该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 哈哈哈哈 但是呢 我认为吧 第一个上来的 其实就还行 还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三天三夜完了之后 有人说两天两宿 是有点过分 那如果这要这么这么说下来 七天七九 也为啥不可呀 来 开始 人山人海 非常好 有文化 成黄成孔 漂亮 上吗 上 别看我 一板一眼 漂亮 有国有民 很好 可以 好 不卑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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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好 能居能深 晦深晦色 人见人爱 完了 要说画电画开 画电画开 哈哈哈哈哈哈 这你这纯属捡破烂的 你这就是 车见车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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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解释一下车见车赛 这个词的理论依据 哎 你你问社会上 社会上这么流传 流传很多年了 这个说法 哈哈哈哈哈哈 摆发摆重 哈哈哈哈 这本话呀 神哥 关键时刻 你还得看师弟 哈哈哈哈 多福多寿 哈哈哈哈 多种多样 太漂亮 多姿多彩 多伦多士 嗯 什么东西 啥玩 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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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多是什么东西啊 多伦多 沈老师 什么意思这个词解释 多伦多这个城市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也 这也吃了 这也吃了 不是咱是 刚开始多字辈的 沈老师 啥玩意儿 哈哈哈哈 这这都不行了 北京市 哈尔滨市都行 多伦多市不行 计时了啊 五 四 三二快 躲着方布就去了 谁敢谁敢喷我 VIVO 他说什么 VIVO 怎么不给 外皮商一点面子呢 你们小看了广告商 你们认为广告商 他会接受这样拍马屏 我认为会的 但是我们考成语好不好 太过分了 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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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读来读 读来读 二 读来读 好 如器如束 好 这个好 如是如梦 如火如荼 能说会到 好 好 为什么 你这不是ABCD吗 我们比他们多错了几个 好多个 西拜西拜 好 第一轮王牌班错的更多 那恭喜青春班就得到了三十秒的加十 接下来是第二轮动物题 成语当中需要带有两种动物 妈呀 两个 比如说啊 狐甲虎威是不是两个动物 把我刚想好都给我说出来 是两种动物 两种 不能是两只动物 虎虎生威是不行的对吧 对 青春班请率先回答 虎啸龙银 龙马精神 好的 扎梁 扎梁扎梁扎 龙凤城墙 这都是鸡仙画啊 卧虎藏龙 好 龙飞凤女 这个好 鸡犬不宁 快弟弟 你得想一个攒那儿救命了啊 想一个攒那儿 来再补上补上 续上续上续上 哦 这样 哎哎哎 鸡鸣狗到 好的 鸡飞狗跳说过没 没 上了 没有 鸡飞狗跳 那就对不起鸡飞狗跳了 杀鸡静红 好 龙中虎洞 二龙细猪 二龙细猪 你回来 可以啊 猪 猪 咱是那个猪 那个猪 俩的这不对啊 补上 补上 红年马月 红年马月 续上 续上 五 四 花花你咋的呢 花花没动过 咋的咋的东西呢 快去 花花 哦 对 一键双雕 我让你咋的 你咋半天 鼠牛糊涂 龙蛇马羊 还有猴鸡狗猪是吗 我不会了 快补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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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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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了 我们了 哎 我们吗 你们你们了 快点快点 时间快到了 快点 快点 我们了 快 蛇鼠一窝 哎 这换我们的啊 我们的了是不是啊 哎 真的 哎 这现在是我们的时间啊 到你们了 这回到你们了 他们 虎剧龙盘 哎呀 啊 螳螂捕蝉 哎哎哎 哇 哈哈 天机赛马 这算了吧 你不能就一个人打 咱不但就一个人打的啊 这样 同学我们现在改规则 韩同学你不用下 你上来 你个人说十个 来 哈哈哈哈 不能对吗 来来 你说十个 韩同学你不能这么羞辱 那个班子 哈哈哈哈 哎 快 五 五 四 往上 上 上 求助一轮呗 有有有还有 没有 求助 求助 狼狈屎托 什么东西 狼狗狗 狼狗 狼狗 狼狈屎托 好过了 来 你们上 人魔狗药 人 要动物吗 动物啊 高级动物 高级动物 上你们了 最后十秒 说不出来就要宣判了 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词 不那个 那个那个 什么 快去班长 风马牛不相急 被忍成了 那当然可以了 太行了你这个 好了时间到了 刚才的小环节 青春班获胜 整个大游戏青春班胜 恭喜青春班再获得三十秒 太棒了 可以的 哎 我们一局都没有赢啊 哎 咱们可赢了一小局啊 没 不不不不不 好 好 好 刚才那轮获胜的班级将会获得三十秒奖励 输掉的班级呢接受一个惩罚啊 大屏幕上将会出现一些你们非常不愿意看造的食品 哦 哦 天呐 腾哥还有还有愿意看的视频 哈哈哈哈 我们挨个人来看看啊 第一个是谁的 那时候音就那么高啊 嗯 这样的就像老西粉了 很厉害的 挺厉害的 哎 导演组我就问你们一下 这个视频有什么不敢见人的 感觉那个时候声音还是挺干净的 那次拿了第几名 拿了三个第一 没有没有没有 我当时拿的是 拿的是第二名好像 哦 嗯 像这样的一般展示完之后啊 校园里就风云人物了 对 是吧 没有没有 我在学校很低调 我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乐队排练 嗯 我们看看下一个视频 常言道 什么都能有 不能有病 什么都能没 不能没钱 俗话说 没钱一堵一堵强了 有钱能使你推磨 谁推磨 应该是您推磨 那叫鬼推磨 03年是 我当时还没有毕业啊 正在毕业的时候 嗯 去参加的一次比赛 那时候 我 郭德纲 后来我得第一 郭德纲得第三 哈哈哈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对 谁认识我呀 所以说花花当年也是第二 哈哈哈 这人就知道 在学校里啊 这个第一啊 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代表了一切 哈哈哈 我也是很很汉眼啊 每次提到我第一他第三的时候 我心里都秃秃的 哈哈哈 想看看这个反方同学的 反方 对啊也看嘛 怎么就成反方了哈哈哈 有林登新的吗 我们看看 大家好 叫林登新 身高180 75公斤 兴趣爱好是读书 哦 兴趣爱好是读书 啊怎么办 可以吗 一会儿可以重复的播放一下 成语接龙什么的 哈哈哈 哎呦 只是假装在做笔记 我假装眼睛堂 啊 这应该是在做那个命题表演的面试 应该是个广告的一个面试吧 中暗的用 对 还可以了很帅 本人那时候的发型 你没看出来不太好吗 特别那个沙马特 你没觉得 你这么说 鲍贝尔老师多难过 人家马特都没马特过 哈哈哈 大爷咱俩认识十几年了 那时候你认识我的时候 是有头发的 你忘了 但那时候确实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 那是真头发 真头发 这是真头发 下一个人的食品是谁的呢 来看看 那天天笑一下 好美 呦 哈哈哈哈 好看 我那时候腿就很长 那是腹肌 八块腹肌吗 真的好看 还有很长 谢谢大家 太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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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张老师 这课也上完了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活动活动 是的 为什么上来之后 我就说得志体美劳 体很重要 咱们考什么呢 主任 这一轮我要守护的王牌 叫做趣味运动会 王牌关注身边 王角三摄控决场 Vivo王牌对王牌 趣味运动会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趣味运动会 每到开运动会的时候 往往是我最激动的时候 准备的零食比参加的项目 那是多得多 这个邵刚老师也换上了运动服 是要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运动会的氛围 因为我怎么算青春班都少一个人 那为什么不能跟我们换一个青春的人来 不不 我们欢迎张老师 这样 你站这儿 自然归队了 好 自然归队 但是我们这边 其中有高手 那个不是压腿那个 正在压腿那个 因为最近那部剧当中功夫了得 太极推手 叫推手 叫推手 对 你现场能够我们展示一下 他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摔个看似柔弱的吧 贾铃怎么样 贾铃 好 来 好 来 来 来 抓这个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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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好 这还得劝犯人是吧 我这里会砍你 但会痛 然后我这里会撂你 太厉害了 没受伤吗 没有 还好吗 还好 怎么忽然关心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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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19点30分锁定浙江卫视 中国来剧场 就可以看由嘉乃亮和王欧主演的推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样 你看我看场上有把尺 有一个最简单的拉伸的方式 既展示实力 又可以帮各位充分的热身 匹刹接力 看谁接得长 天哪 呜 匹刹 逃死我了 天哪 不行了 青春队先来好了 好吗 好 好 第一个谁 第一个要撑得比较久一点 撑得久 我不行 那肯定得所有人进去 我 这个 不行 苦活我来 对 撑得久一点 我那不行 我这腿太短了 可能也就 天哪也可以 他可以 哎哎哎哎 天哪 包老师 我觉得天哪也行 我最后一个 我最后一个好吧 好 那我接你吧 行啊 我多扛一会吧 然后是我 好 行 然后东西 我都行 你们都其实不用特别担心 你看腾哥快睡着了 来吧 那准备好啊 是 那你横着来啊 不啊 哎 哇你能撇横叉啊 横叉很难 哎 比不了树叉 不错了 不错了 我觉得 就这了就这了 到头了到头了 哇哇 这这太头了 哇这这太头了 好 张老师 你真的来对了 和我这个角度看 你的腿好长 可以了吗 快 快 尽力了吗 天哪 尽力了吗 多远 9米80 天哪 不可能 再往前 快10米了 我腿就这么长了 还能努力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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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更新你白长那么长的腿 不行了 不行了吗 不行了不行了 最后成绩 10米 10米 鲍贝尔 鲍贝尔刚才把鞋都脱出来一点 大哥还好吗 应该是伤了 他还好 我们10米 我很厉害 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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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2米是吗 太棒了 你太棒了 好 建于这一队这么拼的话 我们就直接认输了 来 来 腾树也商量一下 我觉得树的还真有优势 腾哥 你是 商量啥 我这积水还没下去呢 腾哥 我发现就一运动啊什么这些 你就总赖一起 完了 斩人 斩人 第一个 我第一个 好 我建议腾哥最后吧 因为撑的时间短一点 可是我希望小彤最后 小彤能给我个希望 他没有希望 他身长了 他就这么长 真正的希望还真在我这儿 贾琳准备好了吗 好了 接力 开始 还可以啊 花花 疼死我了 目前六米 可以 目前八米二十 太疼了 这太短了 一米八不行 唐哥 你快点 疼死我了 不需要疼死我了 十厘米 腾哥十厘米 腾哥十厘米 他在缓慢的滑动 乖哥朋友们 四 四 三 二 二 两厘米还差两厘米 腾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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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积水还没下去呢 真正的希望还真在我呢 还加油 还加油 搞 我滑 爱 青霖净猪 泡 快速水持人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我也说 你要是把我安排在中间 我还 我可能真的就 不会再 你别吹牛了 你都啥样了都 我 你像个英雄一样 小彤匹了2米2 你1米6 1米6也有1米6的英雄 好了 这个只是让大家放松一下 拉开筋骨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要面临的呢 过干考验 热身结束之后呢 过干游戏马上就要来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 听清楚啊 第一个是两个班同学呢 轮流过干 最终通过高度 更低的一班获胜 第二 两个班的同学们 手拉手集体过干 最终通过高度 更低的队伍获胜 在这个环节开始之前呢 我们请上一位年轻的学弟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会又是杨迪吧 他哪里年轻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刘雨 欢迎刘雨 刘雨是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表演的 大一新生 一个小可爱 欢迎刘雨 来 这边 我看过她的节目 她腿可以从这儿到这儿 给像小新 腾哥这些人 展示一下什么叫柔韧性 腿大蛇啊 还有更夸张的 你练成这样要花多久时间是每天要压腿吗 对 每天早上五点半会起床 五点半练 练到六点又回去睡了 他见不着太阳 你哪像腾哥 腾哥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起 全是盖 我这都盖化了好多 有什么方式方法吗 就是在过这个肝的时候 这个腰一定要用紧 就是整个背部的肌肉需要绷紧 那如果胯骨里有水怎么办 都有水 你们对 积水潭的吗 你们这儿 都在不同的地方 有些脑子 挖挖挖 好 来 一米三五哈 腾哥你先来吧 真替林庚新担心 哎呀 真替腾哥腿疼 腰绷住啊 腰绷住 哎 又怀一个 腰绷住 腰绷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不可以 跪过来不行 腰 腰绷住啊 过去了 腰绷住 腰绷住 没事啊 腰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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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美 完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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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叫了 太丢人了 一米三五 这 大家看啊 腰是直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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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高了 他 大闸蟹 大闸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哇 他腰太直了 太硬了 太硬了 这我应该呀 太硬了 可以 贾琳可以 帮帮帮可以 哇 小彤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继续降低高度 120 120 是给我准备的吗 120 聊 这样咱别每轮谁都在第一个 好好你和林登星 我跟对我跟 惊喜往后往后挪 往后挪一挪 挨个过我看这我看看啊 我不行再拖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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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点难了 有点难了有点难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哇 现在好软啊 厉害 没事 走 他特别软 嗯 嗯 再往后走一步 哎呦妈呀 能过吗 加油 展连能过啊能过啊真的能过 不行 花太久了 这样 过了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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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以为是干过你呢是吧 好别动啊 别动 能过啊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别过不去 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不要勉强啊 还有谁挑战120 你来啊 大眼睛跨过去了 降低了一厘米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好丢人呢 咋想了呢啊 腾哥 咱试过了 咱不给自己留遗憾是吧 小心 试一下吧 试一下 哎呀 小心如果再把胯皮大一点 会有所帮助 跟我上把一样一样的 再给你一把机会吧 你车不要了 不要了 继续调低高度 这个肯定过不去了 这难了 天哪 我估计冠军要产生了 花花我觉得能降到50公分 花花今天是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来 谁来挑战一米 包包试一下 包包能过我觉得 跪过来了 跪的不行 跪的不行 也不能服也不能跪 带已经很厉害了 鲍贝尔 有希望 可以 可以 不能算 是跪过来的 不算 小爱肯定可以 好 杨童 好 杨童 过去了 过去了 杨童 过去了 好 完美 小童 加油 过去了 过了 过去了 慢一点 对不起 过去了 过去了 好嘞 来 花花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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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跟你说 你还有至少10公分 我感觉我们队应该是赢了 太厉害了 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那么厉害你这个一班的 我不知道 这一次 再降一点 再降吧 降五公分呗 五公分啊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我觉得只有天爱跟花花 对 所以先来试试 加油 小童 小童你不能打得太开 太开了之后你就 脚趾 好 过了 慢点 过了 过去了 过去了 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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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他其实是 宣告失败 好 也很厉害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我身体的对折了 因为不一定 过去了 天爱 过去了 丫头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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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加油 太狠狠了 你只是要把花花逼入绝境 就是 加油 别硬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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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组是一的男生 别硬撑 我们组是一男生 对 别硬撑 别硬撑 不行就是她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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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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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过来了 哎 厉害 哎 怎么回事这是 哇 再降十公分 啊 天呐 别降了 就是我们打平吧 啊 这现在真的折叠了吧 八十五厘米 身体都折叠了 对 来 试试铁 八十五厘米 加油 加油 能行 我这么低 哦 太低了 别扛 别扛那个劲儿 你如果觉得吃力就松 哎呀 这个不能算 这个不能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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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哇 哈哈哈 来 正式宣布 个人过干冠军 华晨宇 太厉害了 他怎么这么厉害 他太厉害了 非常厉害 尤其体力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极限了 来 掌声送给花花 这花花厉害 但是刘宇这个 你这对于你来说算是轻松的吗 平时你会挑战更难的一些东西吗 会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然后拍下来 就显得很酷 拿一个Vivo X27上来 边过边拍 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 发现更多美的Vivo X27 完成一张自拍 还有一个自动升降的自拍镜头 你找到那个感觉 这么讲究呢 这自拍得好体面 好 个人赛 获胜的是我们的王牌班 接下来将是集体战了 手拉手排成一线的过干 这就可以看出谁拖后腿 谁表现得比较好 长杆 我的天 110 110 110 中间特别低 你看班 对 中间低 中间只能放小爱跟花花 你都玩手 低了五厘米 来 谁先来 试一下啊 如果都过不了的话 就是王牌班获胜了 好 我还觉得我能过 你都是哪来的 这个自信呢 不是 我真觉得这样的 咱俩这么掺着 我觉得比一个人 好过很多 行 我按着你啊 来 开始 好 开始啊 走 来 等会儿 你们去哪儿 我的头 等会儿 你们去哪儿 我一回头 我以为是晾衣服干的 你有点太借我的劲了 这样花花 花花你站在等个旁边 你给她掺过就行吗 好 好 来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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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 来 小爱中间 小新 我就在这儿 就这个角度 好 最高的角度 标上是最高的 来 加油 加油 好 好 选下腰 好 向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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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可以啊 小新 可以 左 右 左 右 左 摔得很实诚 还行吗 肯定不行 放弃了 我们不勉强 所以这轮最终获胜的是王牌班 来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王牌对王牌 连续已经经历了几轮的比拼了 接下来这个张主任 咱们是不是转换一下校园生活的这个氛围 让大家放松放松 深心 是的 是的 得劳逸结合 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番校园的风采大赛 各位都是校园当中当年的风云人物 接下来呢 我会请出几位评委 这几位评委啊 也是最有资格来评判你们的校园 青春风采的 欢迎各位评委来到场上 好多评委啊 我的天哪 欢迎各位评委 我的天哪 意外了 意外 太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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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来了 我还不知道的 我们怎么这么瘦了 这么瘦了 太瘦了你 像个大妈 我是贾琳的同学 我叫赵婷婷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 哇 欢迎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爱的半个姐姐加闺蜜 我叫史琳子 你看人家多会介绍 你再看你 我是王欧的同学 张欣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更新的大学同学 我叫姚远 大家好 我是花花同学 胡晨飞 大家好 好像花花的叔叔 各位好 我是韩雪的高中同班同学 我叫马依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鲍贝尔的大学同学 我叫刘旭 大家好 我叫张一帝 我是郭昂彤同学 他是我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你们的腿都很 你们初中是怎么着的事 我是沈逢师哥的师弟 美匪 欢迎您 各位评委请先入座 我想问一句 腾哥当时在军艺 真的是校草吗 负责任的讲 是 真的 真的是 军艺 不怎么靠颜值 韩雪的同学请报料 当时暗恋韩雪的男生有很多 都是默默地放在心里 当年韩雪 每天上学都是坐公交车 对 九路六十八路 你还记得那个 每天陪你坐公交车的那位男生吗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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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 那位男生不是坐在韩雪旁边 而是远远地坐着 从来没有跟韩雪搭过话 那个男生跟我其实不是一个站 但是每天他是到我那个站 他再坐回去 应该是 我问一下 因为有一些历史 我没有经历过 是每一个女孩坐车 都发一个男生陪着坐吗 发一个男生 是 女生每次吃完饭 不都溜操场吗 萧雪 然后溜操场的时候 就一波姑娘在那走 走着走着走着 突然就滚过来一篮球 那这真的是电视剧里的情节 一个女孩拿着书 跟闺蜜在那走 碰一下 怎么照着脸就去了 当里的 然后就听见有男生在那起哄 感觉和公交车上是一拨人 对 确实 我是跟花花 在大学里面就是一个乐队 从大一就开始 音乐这个事 就我也不是特别关心 比较关心感情方面的一些东西 有大料 有大料 有八角 有八角 有花椒 有一年花花回来 然后我们吃饭 她忽然跟我说 飞哥我想看一下我前女友 我只看一眼 我可以不面对面 然后我说行给你办 然后我想办法 你这样江湖气息太明了 然后我就借着给她前女友送东西的一个理由 然后把她约出来了 我说你在车的后排坐着 但是你不许下车 完之后我下车 我来跟她聊天 那个时候你在车里面看 我的天哪 这一幕好心疼啊 感觉 为什么不能见她一面 她还有五天 她就要考研究生了 我有点怕 如果见了面的话会 妨碍人家学习 让她的思路变混乱 我们聊了几分钟之后 前女友先走了 然后我就上车 我上车之后 她还在那儿望着 完了之后 人已经不见了 她还在望着那个巷子 一言不乏 后来那个女孩知道你去看她了吗 她不知道 你有给她写过歌吗 我有给她写过歌其实 但她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 我没有分享过任何人 好美啊 这个歌放在心里就好 因为她也跟我一个乐队 她是我乐队的那个键盘手 对然后 我们乐队的人永远都觉得 我们两个人 像已经结婚很多年的那种感觉 就不像是谈恋爱的一个状态 因为她的性格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然后就 就散散步聊聊天 就是一起 刚好我们又住在那个江边 然后就在那个江边 一坐坐一天 俩人谁不看谁都看着江 慢慢的就就就就就就好上了 对 好老派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在一起好像 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那样的状态 变成了金婚的一个状态 挺好的 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 真挺好 好 接下来给同学们四十分钟的准备时间 大家抓紧练习 一会儿舞台上见 谢谢大家的掌声 多彩校园 闪亮青春 欢歌笑语 追寻梦想 马上进入的是第一届校园风采大赛 首先第一个节目 由王牌般的沈腾 青春般的林更新 鲍贝尔 带来青苹果乐园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我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游戏盘 I love you 走出跳落于黑暗 跟着我 真是好感 跟着我 无论向外 跟着我 来把光彩 照亮天空第一弹 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尽力了 有没有 那我就先点评一下更新吧 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 更新它的那个柔润度就是不是很好 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有个外号 号称就是钢铁侠 他真的是就是说像铁一般的男人 真的是很硬 更新今天能做到这样真的 我感觉很震惊 就是能把这段机械舞跳得这么好 真的是值得一个大大的赞 好 好 谢谢获得很高的评价 我觉得有头发的包包跳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飘逸了很多很多很多 对 果然很帅的小帅虎 小帅虎 好 这样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青苹果乐园 接下来的两位同学将会挑战 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 两个经典的片段 你知道吗 我这是第一次 这么晚了还会被男生走的路上 你是不是经常和女生这样走夜路啊 我觉得一定是那种非常受女生欢迎的人 对吗 这么夸张 呦 大门关了 看来只能翻过去了 上 放心吧 相信我 把手给我 勾着头发吧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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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走走吧 好 走 杨哲 我真的是第一次都十点多了 还被一个男孩在外面溜达 那之前呢 之前都是十一点多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 你是不是经常跟漂亮的女孩在一起走夜路 你是不是特别受漂亮的女孩欢迎 不是 你不就是个例外吗 讨厌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美女喽 不是 你是女神 就喜欢你这个时尚劲 走吧 呀 这学校大门怎么关了呢 那怎么办啊 要不然咱们翻过去吧 看我的 等会儿等会儿等 学校那边 咱们从那边翻进来 等一下 来 看我 你慢点 小心点 不是你真的 你小心点慢点 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我怕你拔着我 哎呀 哎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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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住 挂住 挂住头发了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我帮你解开啊 哎哎哎哎哎 哈哈 疼吗 不疼 你别说 你看 你的头发 被我拽下来一大片 好大一片 但是现在晚上 忽然一下 就亮了好多呀 你不喜欢亮吗 不是很喜欢 那我把灯关上吧 你干什么 还借位置 来吧来吧 谁在那儿 不好 我们被人发现了 快有人拿电筒还我们 那怎么办 我们快跑吧 你换我回去 快点 时光飞逝白居过席 一转眼五年后 你还记得吗 恢复 听听大海的声音吗 等会儿 你现在在海边 对 我在海边 那 那你用什么给我打的电话 我新买的手机 那能接我也买一个吗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也买个电话 我不想走在电话亭这儿等你 喂 喂 信号不好 喂 喂你大点声 喂 我说我想你给我也买个电话 听到了 你想听大海的声音对吗 你听 杨真 你的踩人真好听 好 我听不见了 喂 什么买不着手机 你们台词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会很自然地带出一个植入 好像是那个 A B A C A B VIVOX27是吧 我刚看婷婷已经笑疯了 对 因为当年我看这部剧的时候 真的是哭疯了 今天我真的是笑疯了 太好了 请二位也进入观众席 欣赏后面的节目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由王牌班同学 关晓彤和青春班的张天爱 带来的美少女战士 当年过来欣赏 爱人生意的 水边浮湞 transpирase 水边雲 水边雲 我要带着月亮 救命你们 月亮 越伤越厉 越生 完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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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的表演 这是你们童年时期看的动画片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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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动画片 你知道吗 小童 你们演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节目组跟我商量 说小童 跟天爱跳一段舞 姐 你可不可以在他们这段舞蹈 后面跳一段舞 我说呸 就特别开心 有种圆梦的感觉 因为 他一直都特别喜欢水冰月 然后我们朋友都一直觉得 彤彤特别像水冰月 我们这边刚刚在看的时候 旁边的男生也是 腿好长 好漂亮 他们俩一上来 我觉得今天跟这个主题特别搭 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很青春 天爱呢 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臭美 特别特别的暧昧 只要你去他家里 他随时随地都是附着一张面膜 他的洗手间的浴缸 不是用来洗澡的 一圈 全是化妆品 我大概数了一下 可能有 有几十瓶 他进去两个小时出来 我们会说 小艾 有变化吗 因为我们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他觉得他倒吃了很多东西了 来二位美少女 我们到观众议助坐 还有最后一组表演 情非得已 表演者 青春般 韩雪 王牌般 华晨宇 街址 就献给他们 那时候 快来吧 你们这群混蛋 大猪头 我诉求你们 不要说 不要说 你们这群混蛋 你们这群混蛋 大豬頭 我祖宗你們 全部都膽固穿過一個匪子 時候還要下地獄 而且是那個豬頭寺 時候還要無法分屍 然後呢 你怎麼在這裡 你要助力我也可以 但是稍微等一下 我現在要休息一下 擦乾淨 剛才不好意思 我那麼罵你們是因為 沒所謂 我對別人的事情 沒有興趣 你的手帕 丟掉吧 反正你都已經是垃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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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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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小时候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如果你眼泪快要流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倒立的话 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眼泪 就流不出来了 你学会了吗 给你看一个惊喜 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天快要亮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点起热火的话 许的愿望就很容易实现 我想是一个愿望 就是我想听你唱一首歌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你的声音 回散不去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 看到你是委屈我会伤心 你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轻薄自己 想念着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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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不错哦 他们表演得怎么样 就搭戏会不会有压力 因为我就是演员的冠军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总是会有一些人就是 就是真的演得很厉害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 怎么没周杰伦了呢 对 就是真的 这老师太厉害了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慌慌很厉害 因为我们两个完全就是急性眼的 急性眼 好 非常棒 来 掌声这次送给二位 好了 接下来呢 观众朋友们 红色是王牌般 蓝色是青春般 这轮谁可以获胜 交由你们选择投票 这轮谁可以获胜 交由你们选择投票 开始 好紧张 好忐忑 好忐忑 我们两个颜色来回散 投票 结束 最终 双方投票的结果 王牌班 获得一百五十三票 青春班 一百四十票 虽然我们赢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节目 几乎都是通力合作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共享的 共享这一分钟的时间 共赢 好 共享非常的有班级团队的 一个精神 好了 我们今天这期主题呢 是重回校园 校园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就是教学楼的天台上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围墙里看不到的天空 可以和朋友们去畅谈 也许在众多人面前 没有办法诉说的心事 我们可以躲开老师的视线 尽情地在自己的青春里面去畅游 今天呢在舞台上 也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天台 在这个天台上 我们每个人可以对着自己 特定的一个人生节点 对着那时候的自己 说说心里话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找找那时的感觉 校图 有头发了 好 哇 哇 天天里花开吹 你 这个人可呆了 二千可呆了 哇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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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 哇 哇 哈哈 就是大头贴一样的这个照片 啊 紫色那是去年的 剑里的一个东西 坐里拍着玩的 但后面都是我读书的时候 我那个我是针头发 我只是解释一下 再次强调了一下 你拍过杂志的封面 那个脸确实有点歪了 天台就像各位敞开了他的胸怀 你们也可以来到天台上 说出内心 最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的话了 谁先去呢 那时候上学如果有一个 这个一小块天地会感觉特别的好 我跟19岁的自己 说一点话吧 你现在一点都不怕 特别是跟以后的你比 你现在简直就是苗跳至极 所以千万不要减肥 会反弹的 会反弹的 你这好言壮语 特别可爱 下一个谁 下我 我来我 好 跟我来 我也没想好啊 我到现在脑子还有点空白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受宠若惊 毫无缺点 绝世完美好男人 年轻时候的沈腾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自己天生丽质 你就可以常年不抹雪花糕 好 注意保养好自己 听见了吗 一看就是年代跟我们不一样 它叫雪花糕 对年轻时候的自己 那不就是昨天吗 我觉得挺遗憾的是 我上学的时候一直 一直暗恋一个 就是特别高年级的学长 但是我骨子里就是挺不勇敢的 所以一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感恩 就是跟人家好好表白 前一段时间 我曾经暗恋的那个学长 现在结婚了 然后就在这里 希望他就是那个 幸福快乐 百年好和吧 就突然觉得会真心祝福 看不看见 所以说咱们男生都大胆一点 即使这么漂亮的女孩 她也会暗恋别人 看不看见 我跟上说了一段新婚贺词 哈哈哈哈 百年好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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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啊 啊 Best 巷子里的人说 啊 就我也不知道你现在 啊 结婚没结婚 然后 然后 有没有孩子 然后 啊 啊 我也不是个特别会讲话的人 总之我想告诉你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然后 希望你能够 遇到一个适合你的人 然后 希望你的爸爸妈妈 还是那么健康 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我不说了 挺好的 说挺好的 很棒 很棒 把我感动到了 因为还说到了 希望对方的父母身体健康 是 特别懂事 特别棒 特别棒 给花花加加油 上去之后就有一种冲动 想往下跳的冲动 想对 十八岁的自己说 当年高考结束以后呢 经常 在网上在网上瞎逛 有人问 高一 女生里哪一个人最可爱 你说 你活泼开朗 热情奔放 你最可爱 以后啊 不要在网上瞎说话 你根本就想不到 十多年以后 十多年以后 你这些流言 会被人扒出来 因此上了热搜 好 来 下一位 我吧 我 我 我想对高中时候的 郭晓彤说 别人都说你兼顾拍戏 兼顾学习 还挺幸运的 然后我想说这些背后 其实不只有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 感谢我那个同桌 每天把作业帮我收好 然后每天帮我 把黑板上的作业 抄到小纸条上 给我放在课桌里面 然后我还要对 小学那个玩儿 正在长身体的自己说 没事 这一路回家 别老瞎蹦的 然后勾着树叶玩 不然蹦着蹦着 就会长成八尺女孩 十八岁的韩玄 你听着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但你那点破事 我全都知道 因为你是时间折叠后的我 我知道你在十八岁的时候 错过了人生 最好的谈恋爱的时光 所以我想告诉你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在大学里找那个最帅的男生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也知道你说过 你想在三十岁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所以按照概率学来说 从十八到三十岁这十二年间 你应该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时间 也就是二十二点四四岁 大胆地牵起你身边的那一位的手 然后勇敢地走进婚姻的殿堂 乘胜追击再生个宝宝 这样今天站在台上的就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可以做一个组合 我还可以逼他叫我姐姐 当时你就是那个人生赢家 至于演不演戏事业 随他去吧 我告诉你 很多年后你会上一个节目叫 我就是演员 不会掉队的 至于能不能赢 自己努力吧 前面的一段对话好理性啊 你是时间折叠后的我 我当时心想时间折叠 好亮啊 上门 小时候的宝贝儿 不要走坐公交车尾随女同学 不要拿篮球给女孩泡过去 要好好学习 弄不好上大学的时候 就能认识一个叫韩雪的女孩 但这不重要 因为你后面还会有自己的爱情 记住了 记住了 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回 你爸打你打得特别狠 打完之后你离家出走了 走了好多天 然后后来被你爸找回去了 你知道你爸怎么找着你的吗 你爸跑到你最好的哥们家 给你哥们跪下了 说要找你 为这事你哥们还挨了顿揍 今天我当爸爸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离家出走 所以那一年的你 千万不要离家出走 让家里人心疼了 有了 你一瞬间就感觉你成熟了 说得疼 小女孩又哭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特别容易感动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我的人生 有一件最遗憾的事 就是2006年11月份 得十五号 我想对那天的自己说 你应该把手上的工作 全部放下 立刻赶回家 看你爸爸最后一眼 不然 未来的日子里 每一天都会为今天而后悔 子于养儿亲母带是最大的遗憾 我现在每一天都在想起父亲的脸 觉得很遗憾自己没有 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 在她病重的时候 没有放下手上的工作 回去看她 陪伴她 所以 在这里也想 告诉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父母 陪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当父母有病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地陪在他们的身边 放下你们手上所有的工作 因为你们的工作 未来还会继续 但是 父母的生命不一定会在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 希望大家不要做后悔的事 不要做遗憾的事 把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 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哎呀 我的 真的刚才在网络站在那上面的时候 我还觉得 转眼就只剩下 世光要是能倒流就好了 真的 听了你们对于青春过往的这个呐喊之后 真的 有快乐的 有幸福的 有遗憾的 甚至是有此刻回想起来 依然会有痛心的一些瞬间 但我们常常说青春和遗憾 似乎永远是牵手前行的 没有遗憾的青春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青春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但希望这样的遗憾更多的是美丽的 即便它伴随着泪水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一起珍惜就好 因为青春是无患的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稍稍平复一下此刻的心情 进入最终的验证环节 现在就到了最终验证的环节 两队听一下具体的规则 青春班一共获得一分半钟 王牌班获得一分钟 重合的时间抵消之后 青春班在终极考试当中 可以提前三十秒进行答题 好 如果哪队得出了答案的话 可以迅速到中间按下抢答键 如果答案正确 张稍光老师会宣布 如果错误接受喷气的惩罚 回去继续算直到有一队 算出正确答案为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接下来青春班答题 开始 青铃是几只腿 青铃没有腿 青铃没有腿 青铃是有两对翅膀 那三十秒给他们都是废的 也就能写个名字 美食青铃是吧 二十顿 二十顿 从这么小色 二十顿青铃嘛 准备好 我们这儿有神算子 四 三 二 一 快 西城化罗羹 加油 蜘蛛XYZ 列三元一次方程 这是什么 5XYZ 这个题目规定 蜘蛛有八条腿没有翅膀 蝉有六条腿一对翅膀 蜻蜻呢 六条腿两对翅膀 大家按这个条件来进行计算 腾哥 参与一下答题吧 哎 这时候啊 就别给人添乱 六加七加六等十八吗 支出如八条腿就是8X加6Y加6 这一共是一百一十八条腿 X加Y加Z是十八只 二Y加一对有残翅膀等于二十 然后把它就解出来就好了 此时的我异常的清醒 小童列了好多个方程式啊 今天是这个 外 太强悍了这个 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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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动物都收起六只腿 收起六只腿 总共收起的是三六一十八条腿嘛 总共有十八只动物 每个动物都收掉六条腿 等于十八乘以六等于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一百总共有一百一十八条腿嘛 就一百一十八条腿减去等于十嘛 十就是剩下两条腿那个动物 只有蜘蛛剩下两条腿了 所以除以二十五是蜘蛛的数量 怎么可能蜘蛛是五只 对 然后呢是蜻蜓和蝉蜻蜓呢有四个翅膀 蝉有两个翅膀 总共翅膀有二十多 那现在总共有十八个 假设它们同时收起两只翅膀 总共有十八个动物嘛 减去十五动物 还有十三个动物嘛 对吧 十三个动物 然后呢同时收起两个翅膀 就是二十六个翅膀嘛 翅膀有二十对就是四十 四十个翅膀嘛 四十减去二十六就剩十四嘛 十四个翅膀就是多出两个翅膀的 蜻蜓的负数嘛 除以二就等于七嘛 所以蜻蜓有七个 那蝉有六个 五加六加七等于十八个动物嘛 天呐 神魔机你这个 你们的答案是 思路清晰解题正确 思路清晰 就是这样和这样的事 我们也算出来了七只 也七只 就差那三十秒 可不吗 结论是 今天整一场最终获胜的是 青春班 来 有请王牌起来 菲菲 这是荣誉啊 由我们今天的这个 教导主任张绍刚老师 颁发给青春班班长 您更新 感言 非常感谢我们的班里的同学们 为我班正光了 那你们来 感谢Vivo 那个X27 输了要接受惩罚 今天这个惩罚很有意思 由我们Vivo王牌对王牌的官威 向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征集的 用抽奖滚动的方式来决定 谁分别面对什么样的惩罚 好 错了 你把各位放上前面的 好了 来 看前面 好难受啊 太不容易了 停 贾琳小战网络热门滤镜 滤镜啊 滤镜 比如说兔子耳朵啊 或者怎么滴啊之类的 热门滤镜啊 好好好 停 往我展示刚学会的绝技 停 也是挑战热门滤镜啊 停停 自拍酒风格 播出当天 各位请关注我们的微博 好了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用手中的这个Vivo X27 和我们的优秀班级所有的朋友们 派一个大合影 4800万广角夜景三摄 发现更多枚记录我们的青春 这一场王牌歌手大赛 华语顶尖演唱组合 凤凰传奇 跨节歌手小沈阳 旋龙艺人陈卫婷 华语流行歌后 娜音 一场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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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这个完全就是歌手之间炮火 拂出所有人一切无永远 向前跑 为了心中的美好 不脱鞋直到变了 你怎么来了 这一朝一世 一拳一腿 都是要靠自己磨练出来的 天下无赢的王牌之争才刚刚